今天我要用非常沉痛的心情 向不幸过世的劳动部同仁的家属 表达我最高的歉意跟遗憾 稍找劳动部和配战部长 已经检讨昨日的调查报告 也公开了表示几项重大的惩处的决定 第一 在整个事件当中 有重大错误的谢一荣分署长 记两个大过并送惩戒 审戒的最严厉处分将会是免职 而且未来不得再任公务员 第二 老法署蔡某梁署长 在整个事件当中 也有重大的督导不周的责任 也会记一个大过 并调离主管的限制 还有两位副分署长 以及秘书室的主任 也会并案的处理 第三 这个事件 引起社会 极大的关注 我们必须 给家属 跟国人同胞 真相 所以全案 移送检调单位 详细调查 追究责任 给家属一个公道 在这个事件当中 我未能及时接住这位同仁 身为院长 我要表达最高的歉意 未来 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 首先要求劳动部 最快的时间内 做出最严厉的处置 向社会交代 第二点 我要求所有 部会跟各级机关的首长 彻底全面的清查机关内部 不容许再有类似的霸凌行为 至于 有若干的案件 现在已经被媒体 所揭露 或被讨论 全部要在一周内 完成调查 追究责任 同时 所有机关 全面的 全盘启动 各机关 职场 防治霸凌作业办法 就办法内部的内容 加强对同仁的保护 缩短各项调查的期间 并且落实执行 同时迅速回报给行政院 我再一次的要求 各部会各机关的首长 对所属同仁的身心状况 要疼惜 要关心 要随时注意大家 工作上的分配 注意大家心理上的情形 内部的任何管理 绝对不容许 有不尊重 辱骂 甚至是霸凌的行为 我也知道 包括劳动部在内 各部会的同仁 这段时间 都饱受压力 国家的政策 还是要落实之行 还是要推动 希望大家 迅速做好心理的辅导跟建设 未来一同 能够营造一个合理的 友善的职场环境 要所有的部会首长 以这个事件 引以为戒 要真正的引以为戒 我们才能让 所有的工作同仁 在一个合理友善的环境当中 为国家 为人民 做出该有的贡献 我再次 向 不幸过世的 劳动不同仁的家属 以及国人 表达最深的谦意 对不起大家 请先跟大众说明一下 什么是目的良善 谢谢主席 有请何部长 喂 委员好 部长好 可以感觉出来 你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了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东西 就是希望 把这件事情厘清 调查清楚 还给社会一个公道 部长 请先跟大众 说明一下 什么是目的良善 目的良善 你们报告里面写的目的良善 主席你要不要暂停一下 让那个 让 主席要不要暂停一下时间 让部长的情绪缓和一下 时间不尽 时间不尽 好 我想 嗯 因为本来你说他早上我看质询的时候你说他霸凌很多一级主管 但是针对这个没有直接霸凌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听不下去 我想要问这次劳动部的无性同仁的亲身的憾事 为什么悲剧发生在11月4号要一直到11月8号才从社群媒体网络得知 难道我们劳动部的长官们都要看报纸才会做事吗 看社群有事情才会做事情吗 拖了四天不启动调查的原因是什么 我一直在本来就有在思考要启动调查 思考 这个很扯的事情 事情发生当天 其实我就有在思考 思考但是没有调查 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天 理由是什么 因为家属他 你说家属吗 家属也希望低调 可是 我想 你确定家属希望低调 我也承认我承认我们启动调查比较慢的 家属希望低调跟调查也是两件事吧 我承认我们启动调查比较慢的 这点跟大家道理 我想要问